近期,A股短线交易回暖,市场捧出了新的腰股王所谓可资源概念股恒利实业。 该股11日8日再度封版,罕见的收获了连续第11个涨停,11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达185%,走势左腰的个股,不止恒利实业一家。 同日,XT长生在副牌联收三个亿次跌停后打开跌停板,并在五分钟内上演的天板,而老牌妖股特利A更是尾牌直线拉至涨停,一中妖股源和大妖大百,重出江湖。 当下,有资金把妖股炒上天,明显脱离了公司基本面,已因所谓存在阶壳预期,而被爆炒的恒利实业未利,该公司经营能力与估值水平严重不匹配。 另外,最新披露的三季报显示,恒利实业今年前三季度虽扭亏为盈,但净利润仅108.97万元,投出微经常性所益后的净利润则为-515.3万元,又如ST长盛,重大违法叠加及本面恶化,随时面临退市风险,继续以恒利实业未利,其皆可重组预期。 一旦落空,投资者将面临具亏风险,游子拉高这些妖股的股价后,最终还是要有人来买单,从交易数据看,游子微博短期收益而几股传话,普通投资者若盲目跟崩高位接盘,遭受损失将是大概涮事件。 有一种市场观点认为,妖股,可股混乱,是优化交易监管,在交易环节减少不必要的干预,的监管行动上,为游子炒作打开了空间,体现了投资者用真金白银在,增加市场交易活力。 但在记者看来,这一观点似乎对监管传达的信息有所曲解,便整个看,不管是投机还是投资,增加市场活力,就是允许各邦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自由交易。 是为了更有效率的发现价格和挖掘价值。 10月30日,证监会官网在交易时段发布,维绕资本市场改革明确不熟了加快推动,鼓励回购和并购重组, 优化交易监管,引导增量中,长期资金入市等三方面工作。 11月2日,上交所在回应交易所层面,也和优化交易监管措施师表示, 上交所将不再采用口头梯形的窗口指导方式,严格渗用暂停账户交易等监管措施, 同时对过度投机炒作等严重,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。 主要以向会员单位发送风险提示函的形式, 间接向投资者提示二级市场交易风险。 应该看到的是,优化监管并非放弃监管, 提发市场活力,也并非不在意法从严监管。 事实上,证监会在日前提出的三条措施中也强调, 要提升上市公司质量,价钱上市公司质力, 规范信息披露和提高透明度, 还将鼓励价值投资, 发挥保险,设保, 各类证券投资基金, 和资管产品等机构投资者的作用。 掌交所在优化监管方式的过程中, 对明显涉嫌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, 也会在始终及时采取自律监管措施, 并及时向证监会上报案件线索, 同时加强市场监测分析, 密切关注市场情绪, 建立并完善适应市场形势变化的动态监管机制。 从这个层面来说, 阔度投资者不应坚存小信, 一个新鲜的例子可以成为佐证, 就在11月8日, 亨利失业继续暂停的第11个交易日, 深交所向旗下发了关注号, 要求公司说明是否存在因披露而为披露的重大信息, 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, 是否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, 以及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情形等, 监管传递的信号是, 市场并非不可投机, 但投机应该从市场价格波动中赚取价差, 而不是恶意制造价差来割一拨韭菜, 从过去的监管案例看, 对恒利失业这种基本面没有明显改善, 纯属市场投机炒作的股票, 一旦发现违规交易行为, 交易所将从严监管, 这是无用之一的, 本月自上海证券报, 更多精彩资讯, 请来金融界网站www.grjcom.cn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, 哎哟 我发现并不是不好看的, 我发现并不是不好看的, 让诶炭 Porque审染上隙的 Sil的双方在这里,